今天因為這個明天正式要 這個快篩陽性就視同確診 正式上路 那侯市長今天也特別講 新北市率先在五月一號就提出 快篩陽性視同確診 反應了大概一個月後 總算要全面實施了 總算要 不聽我的話 侯友宜說 這個五大首唱 有些卡在中央主管機關 他尊重 但如果能夠從五月一號後的三五天 就先啟動快篩陽性視同確診 當中就能減少很多人從輕症變重症 從重症甚至導致死亡 減化流程是讓他們及時得到診斷 最重要的方法 不聽我的話 給死那麼多人 針對這個事情 陳時中特別做詳細的說明 陳時中公為什麼不早一點實施 最關鍵的原因在於全國的社區篩檢站快篩跟PCR陽性一致率 需要達到八成跟九成以上 而且偽陽性要低 他特別提到包括新北市在內多次提出要儘快上路快篩陽性措施 但從學理來講 陽性預測率越高 偽陽性的可能性就越低 新北市遠角其他縣市陽性率高 如果只讓新北市跟台北市先上路 那恐怕讓各地湧入民眾來做篩檢 那這會衝擊雙北的醫療量能 那明天要上路的這個措施 因為目前全國各社區篩檢站的快篩經過PCR的陽性率 已經達到八成到九成了 偽陽性機率低了 所以決定明天上路 好 這個 他的陽性率一致要到 快篩的陽性跟PCR 他的一致率必須到八成到九成 那台北市是九十三 新北市九十七 桃園是八十 台中是九十五 台南是九十點八 高雄市是八十六趴 那我想請教一下瑞德 這樣侯市長他敢聽到嗎 我感覺他聽到沒有 他什麼話都說的 打在頭前 那麼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來講 三月三十一號本土的案例 大概單日創下八十七例 我問你在八十七例的時候 應不應該做疫調 我問大家就好了 應不應該做疫調 當然應該做疫調 為什麼 因為做疫調了以後才知道 他接觸過誰 然後他是怎麼來的 然後讓這個八十七例 不會擴展成八百七十例 八千七百例 八萬七千例 當時因地質疑 因為當時的情況是八十七例 所以你一定要做疫調 但是當你整個情況 八千七百例 八萬七百例的時候 我問你 我們現在還在實名制 還有做疫調嗎 沒有 為什麼 因為你整個確診的人數變得很多了 你知道嗎 所以你在做疫調沒有實質的意義 浪費人力 那麼很多事情不是你 嘴巴說頭前這樣就好了 就像那個投藥一樣 為什麼呢 我記得柯文哲也曾經 第一時間 我強調的第一時間 你不要跟他說的修正版 你知道 第一時間他講的就是 快篩急確診就可以投藥 對不對 他講的是這樣 第一時間那個早上 他講的 他木炸的時候 去巡視木炸的那個地方 他講的是這樣 到下午兵考驚又多了一個說 醫生考 醫生要經過什麼醫生診 那是第二次的講的時候 跟各位講解釋很簡單的道理 你要看他的確診人數是多還是少 另外為了這個所謂快篩試劑 剛剛高雄市政府傳來最新 那麼高雄市長陳其邁宣布 人家出一開始 幼兒園國小由校方發放兩支快篩 兩歲以上未讀幼兒園的學齡前兒童 跟65歲以上的長輩 原住民 大概還有涉及原鄉的原住民 也是免費兩支這個快篩 因為很簡單 為什麼可以這樣做 因為一炸的超前部署 然後簡介二來他還可以 他還市議會也讓那個市政府 編的8億多的預算 也給他通過 所以我現在呼籲 各縣市政府不要一天到晚 再去呼籲說什麼 要中央什麼提供 5G 4G 3G 不用 您各縣市政府跟不及 您各縣市政府有很多錢 你們那時候不是說疫苗不夠的時候 還自己編 臺北市變了28億不是嗎 你們這個時候 現在快篩季已經多到 多到沒有人要去買 所以趁這個時候 你們趕快去買 趕快去送 跟高雄市政府一樣 趕快去送 還有就是 那麼好 現在快篩季陽性 對吧 快篩季陽性 我問你 很多的確診人數 可能會暴增 暴增了以後 請問你們都做好準備了沒有 新北市政府做好準備 因應這個全部 即將而來的這些 可能會超過更多人數的這些確診者 你們因應好如何因應了嗎 是 冠田哥不送 黃金哥 我贊成瑞德哥剛才講的 因為我們都是新北市民 其實新北市現在的狀況 他 侯友宜市長洋洋得意說 快篩陽就等於確診這件事情 是他先講 他很開心嘛 講一個月 可是真實的情形是 現在新北市疫情 確實也只能快篩陽變陽性 為什麼會這樣講 基層醫療的人都知道 侯友宜市長不可能不知道 他的衛生局長陳倫秋 不可能不知道 因為你新北市在三四月的時候 當時剛剛各個縣市都還在忙 你要做疫調 要做匡列 要做居家隔離的時候 他在內部的政策 就把他轉移到 他要做居家照護 他要等中央 趕快做快篩陽 等於確診 所以前面的疫調 居隔跟匡列 老實講 他就某種程度的放掉 很大部分力氣 導致結果是什麼 我要分享一個 我是很難過的例子 今年四月四六的時候 四月十六 其實當時疫情 大家還沒有想到會爆發成今天這個樣子 剛剛開始要抓起來 那我新北當天是583例 晚上九點多 我的辦公室接到電話 有一個住在三峽的 一個弱勢的家庭 他在家裡面已經確診好幾天 然後一家六口 四口還六口 我連網 反正四口我連網 全部就確診 全部都陽性 那他家是弱勢 說真的他家有一點數位落差 就是他們家也不太會用Uber Eats 或者是Fupan打這種 已經就是食物有點狀況 然後重點是沒有藥 然後反映給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就是 已經有接上電話 一開始打不進去 打了好幾棟 最後終於打進去 新北的某醫院 新北的某醫院 是新北市政府叫他去找那個醫院 打電話過去 那個醫院還沒接到他確診資料 就因為這個原因 他拿不到藥 簡單的咳嗽藥 發燒藥都拿不到 四月十六 我要講這個事情為什麼 那天晚上我們就送藥去他家 然後血氧機什麼 然後把他安撫好 我臉書貼這件事情 提醒侯友宜市長跟團隊 侯英哥你知道隔天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怎麼對我嗎 怎麼對你 我這件事情是提醒他對不對 我也沒有謾罵 我就講這事你要注意 他們錄個影片給所有媒體 說昨晚婷你不要不懂裝懂 我跟你講 我今天就算不是一個要選舉的人 我是一個市民 你的衛生局可以用這種態度對一個市民 我去幫你解決這問題 好 來 那另外國民黨今天這個通過了提名 許淑華選南投市長 那麼蔣萬安選台北市長 謝國良選基隆市長 那陳時中有沒有可能選台北市長呢 等一下我們討論 來我們來看部署 蔣萬安同志參選台北市市長 謝國良同志參選基隆市市長 許淑華同志參選南投市市長 請問各位常委有沒有意見 國民黨中常委全體鼓掌通過 這三人可說是攔議目前最無意義的人選 張善政院長擔任桃園市市長 有侯淵於擔任青葵市市長 台北市有蔣萬安市長 隔壁的基隆有謝國良市長 讓我們展現出 國民黨是最負責任的政黨 台北的人口不斷外流 市民的收入持續減少 此刻 這就是我們對於台北的未來 做出重大決定的時候 獲得提名 蔣萬安馬上怒轟台北市市政平治不前 對準目前最威脅他的科市府團隊 蔣萬安成為北北低桃領頭羊角色 誓言藍天在線 一定讓台北市藍天在線 好不好 共同行回首都好不好 朱立倫訪美前夕 拍板台北市長提名 但是蔣萬安先前一度想請 北市前議長吳地珠幫忙整合藍營 卻碰了軟釘子 現在好不容易說服他出任選戰顧問 議長是要幫他 剛開始我說 他是說我在後面幫黨 但是不要把我提到台面上來 蔣萬安在最重要的時候 他會站到台面上來 老議長的態度曖昧 成了蔣萬安的隱憂 但是現在藍營要打團體戰 北北基桃是關鍵指標 提升基隆的就業率 我們在未來會讓基隆成為 北台灣最新最重要的就業基地 我們林鎮縣長所打出的口號 是光光首都 延續下來的 我會是一個低探城市的進行 我們黨近日風雨不斷 桃園提名海在亂 雲美關係也停滯不前 朱立倫只能趕緊重新整隊 好 那麼這個是蔣萬安 蔣萬安選台北市長 那這個陳時中大家都很關心 那麼今天我們的本土病率 是89352例 死亡個案是76位 因為為什麼要講這個 講這個的意思就是說 到底陳時中疫情他能不能到一個段落之後轉戰臺北市 那麼這個是輕症跟無症狀 現在還是九十九點七七 中症現在占百分之零點一七 那我想請教一下這個蔣委員 你看陳時中我下去算嗎 你如果叫我優 我優就是他 就是他 我優就是他 因為你現在譬如說 你說現在的人數 大家說高原期 你說差不多高原期之後 現在差不多雙倍就是這樣 就跟東南部那邊看要怎麼顧好 慢慢疫情下來一直降低一直降低 我想大家看這波的疫情改進 指標 應該是看後果月 大家說我們的邊境管制的部分 是不是去做跟外國一樣 都去做開放 如果跟台灣的邊境管制 跟九十九做開放之後 民眾那時候就比較安心 說我們跟別人都一樣 那個時候大家會認為說 輕症然後該打疫苗覆蓋率也都這麼高了 這時候你說大家都要叫陳時中 也沒道理 防疫現在指揮官就是陳時中 陳時中你說他現在這樣是要怎麼去算 我現在就是在算 他內心想的全部都是防疫 但是他所做的事情是逐刊 整個臺北市民來做一個檢驗 就是說不錯 我們這個牽涉就生命的問題 他不是幫我們顧台北市而已 他幫我們顧整個台灣 這個人有能力 為這裡看來出說 這個人做到台北市中一定是讚 站在政黨的立場 就是覺得說你要把這個人提名他當候選人 是市民 尤其台北市民 他到底會不會信賴他 他到底有沒有能力 我相信全國的站在民進黨立場 我們認為他是超級強棒 外界其實也認為陳時中是超級強棒 國民黨也把他列為第一號的一個 這個台北市長的一個人選 所以就是說其他的台北市民 因為我對他的信義不夠對 民調會起起伏伏 那是當然 站在民進黨的立場 如果前面我在說話的時候 我都覺得民進黨可以來選台北市 後來林佳龍 後來什麼 都有很多人 你現在叫我來猜的話 我會覺得說 應該時機也差不多 他再把這個防疫 把它控制好的話 到時候 我覺得也不一定 要他繼續做指揮官 如果你說 不然你要建議上做指揮官 如果說老闆 我哪有老闆 我不用找一個更大腳的 說成建人來做指揮官 他覺得這腳也很大腳 這樣可以 這個人適合一個政黨裡面 你不可能說都 其他人各安其位以後 這些政務官 他都沒有機會到各個縣市裡面 去展開他的政治上的一個歷練 來參選 這也不得理 所以我反而覺得 今天蔣萬安提名了 基隆市他們也提名了 南投他們也提名了 你說有沒有亮點 全部在我們的預期裡面 你說強不強 我也認為他們很強 但是在台北市裡面 很久他看 在走選舉的人 最不及待人 黃三三剛才有在走選舉 黃三三每天都在防疫 我看他的民調去衝 慢慢咬咬咬咬咬咬咬 一直起來 也算不錯 黃三三不要小看他 國民黨為什麼會怕 的原因就是 都問你們的舞台 或是講我們的舞台 因為現在的疫情期間 所以你看 站在候選人的立場 政黨的考量是說 反而是專心在選舉 然後不需要防疫的人 他是施展不開的 那覺得說你都要專心於這個防疫 你就不能跑去選舉的人 政黨之間的看法是說 那個才是最大的一個舞台 所以我反而會認為 以現在民調來看的話 三強跑不掉了 你要跟什麼 叫國民黨要去叫民眾黨 叫他們動作誓言的 叫他們賣算 那不可能的 民眾黨為了生存 黃三三我看他勢必會去參選 這兩天又有人開始在講說 那個綠白河 綠白河沒有機會了 為什麼 人家嚇到了 綠白河 中國是不下就不用討論 那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政黨的價值裡面 也真的是差距太大 所以我就覺得 好戲應該是從下個月 邊境開放以 如果真的開放以後 白河要登記 時間也就差不多了 所以我反而會覺得 你現在叫我賣人選 我今天要賣陳時中 前副總統陳建仁 今天也接受Yahoo TV 網路節目的訪問 談到陳時中的防疫表現 陳時中 陳建仁說陳時中 當然是很好的指揮官 外國記者都覺得他有公信力 這是很不簡單的領導人物 才有的領導風格 陳建仁說 要看防疫表現好不好 要聽聽外國媒體怎麼問問題 陳建仁說 最近很多國外媒體訪問他 問問題的時候是問 台灣防疫為什麼可以做這麼好 台灣的疫情指揮中心 為什麼可以得到這麼高的公信力 陳建仁認為 從這個角度來看陳時中 他當然是很好的指揮官 外國記者都覺得他有公信力 至於在野黨的炮轟 陳建仁說 自由民主國家一定會有反對黨意見 但相信人民的智慧 搞不好比政治人物還要高 會做出很好的判斷 陳建仁說 他並不知道陳時中 個人對選舉的想法 但是從衛生署長跟以前的表現來看 陳時中很會溝通 很會協調 很有判斷力 很有決斷力 不論是以前牙醫師工會學者還是部長都做得很好 這樣的人才適合任何行政職務 如果他願意出來的話 我想請教一下民選兄 你是國民黨的議員 你怎麼看是不是陳時中 民進黨派陳時中打台北市 他應該是民進黨目前相關的 他們兩個保護罩 信賴度跟死亡度 當然防疫成績可以檢驗 前幾天 新臺灣民意基金會 郵英龍有做的民調 陳時中開始稍微落下來 跟快篩盡量在排隊有影響到 那是有 但是現在快篩買得到 所以快篩排隊 快篩之亂 那會過去 剛才專委員說的重點 就是說當時要開放 你如果說七月八月開始開放 民眾也開始出國了 都一樣的時候 就是說你不是說那時候 大家期待終於危機過去了 那時候有一個 我不要說慶祝航情 慶祝航情 拍一聽說 我沒這麼說 慶祝航情 就是有一個說 大家期待之感的事 那個是不是對陳時中又有加分起來 所以不管我們陳時中 他民調齊齊齊齊齊齊 不過他都對民眾來說 都會最強 第二 民眾的基本問題 大家期待都四聲 最少 你如果四聲起來 你說陳時中 可能還會加幾趴去 四聲到四聲五 這跟三下都來說 黃三三的民調 是預小不易 他現在要低於兩層 甚至一層五一 不太可憐 所以現在對國民眾來說 原本是一對一 民眾害怕 現在三下都 民眾四聲 就站在那裡 所以我們當然是害怕 所以目前對我們來說是很害怕 是 我記得我訪問林鶴明 林鶴明認為臺北市民進黨 可以拿到四成三 四成三 這樣 那這個是今天的消息說 陳時中下個月會被民進黨提名參選 臺北市長 下個月 接下來接任衛生 衛福部長的 是 任門人選是臺大的副校長 現在指揮中心的專家小組召集人張上淳 陳時中聽到這個事情 他說我還是關心疫情 要提名的事情 或者是接任的人選 我到目前一無所惜 但是他認為這個疫情還會再往上走 這是一定的 今天八萬九 還會再往上走 來 冠老師要補充 我今天聽了這個蔣萬安的 他的演講 今天宣布 因為宣布他是候選人 我覺得四個字 蒼白空洞 沒有什麼具體內容 除了一個藍天在線之外 他裡面講第一個 他說臺北市民很可憐 我們疫情很嚴重 全國最嚴重的 然後就說他也確診了 他們全家都確診了 然後說民進黨說什麼萬華市破口 就批評民進黨 除了講這個之外 他裡面基本上沒有他任何的市政的規劃 跟藍圖 你到底要把臺北市帶到什麼地方 沒有任何的具體政見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這樣人 只是因為你長得這個白白淨淨的 學歷很好 然後因為我們這樣就要讓你藍天在線嗎 我覺得臺北市現在的選民結構 已經不是過去的藍大疑慮 你光是我們看二零一六年的蔡英文 跟陳建仁拿了七十萬票 當時佔臺北市百分之五十一趴 可是到了二零二零年 蔡英文拿到的是八十七萬票 他的比例增加到了百分之五十三 所以你看到他是往他是增加的 所以我們看起來就是說 現在是不是因為要讓藍天在線 我們就要 大家都要投你 那我覺得藍營的人可能有這種想法 可是中間選民 年輕世代 是不是一定要藍天 一定要線 所以我覺得他今天拿這個來 作為一個起手勢 是相當錯誤的 他應該要告訴我們 柯文哲這八年 你覺得他什麼地方應該要批評 你要什麼地方要超越 你的藍圖是什麼 沒有 因為蔣萬安他支持黃珊珊的 蔣萬安支持黃珊珊 因為他不批評 柯文哲表示他做得很好 那你就說我當黃珊珊的副市長 對不對 你就說我就讓黃珊珊出來選 你先驅救 先實習一個八年 八年後再來選市長 所以就變成說 我就搞不清楚了 到底柯文哲民眾黨 跟你們國民黨是什麼關係 所以今天你如果要跟黃珊珊 要是競爭的話 你應該是痛批黃珊珊 或者痛批柯文哲 一句話都不敢講 我搞不懂你到底誰是你的敵人 誰是你的朋友 而且他的這個時間點宣布 我們大家都要防疫的時候 為什麼挑在這個時間點 有什麼急的呢 所以我也搞不清楚 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宣布 是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桃園 這個是昨天 昨天因為張善政要去 這個拜會桃園市議長邱逸勝 可是因為這個張善政自己講 他今天自己承認 他自己沒有把時間約好 問題出在他自己 那因為張啊 邱逸勝說 你沒用你就要來 怎麼會是你說要來就來 這個不是選擎的態度 然後李玉玲是說不用來看 張善政根本沒有跟我約 也沒有接到電話 他不知道這件事情 好 那麼今天張善政去拜訪了誰呢 拜訪了趙少康 他也預告明天要參與羅志強的行腳活動 那趙少康說 桃園市今年底選舉的重重之重 國民黨既然提了張善政 張善政就一定要贏 他跟張善政是老朋友了 張善政的學士經驗都很豐富 又有工程師背景 希望張善政能成功 至於這個張善政也拜會了萬美玲 然後萬美玲說 議長是我們地方精神領袖 希望張善政趕快去跟他約時間 兩個人見面 他認為李玉玲也會以大局為重 那魯明哲是說 希望主席跟張院長再努力一點 在端午節前 團圓國民黨這個大家庭 端午節當時 還兩禮拜 沒有啦 因為六月以後 就要去美國 怎麼還在端午節 來 我們來看微信 這個我只是主發講一半 突然站起身 又是感謝 又是鞠躬 張善政拜訪立委魯明哲萬美玲 姿態放超低 還力邀兩人加入競選顧問團 兩位立委在地實力堅強 卻被超級空降突襲超車 張善政只能拚全力彌補裂痕 張善政立下目標端午那天要做到藍營大團結 但最被激怒的議長邱義盛 卻是搶在張善政到桃園之前 跑去戰俠羅志強 羅志強議員在 肩並肩鼻出大拇指 邱義盛就算忙碌 仍抽空和羅志強相見還 兩人合體 復仇者聯盟意味濃厚 羅志強更在臉書PO文 呼籲張善政應先說服 在乎程序正義的桃園市民 前一天沒見到邱義盛 也沒見到桃園市議員 還被市議員佔陽春爆料 張善政原先規劃要來拜訪兩分鐘 卻又臨時放鴿子 地方聲音似乎不是張善政 最積極處理的一塊 他上午先去拜會了 戰鬥籃領袖趙少康 爭取支持 他說選舉非常辛苦 但是要把選舉上做一件快樂的事 他不只是要爭取戰鬥 他要支持 爭取所有人的執著 如果需要我出面我當然願意 但是我覺得 應該不需要找到我出面 民調顯示深藍流失 張善政得先找回鐵票 畢竟民進黨要派誰 以及有進展 傳出主義的正是 新途市長林志堅 征戰桃園 甚至外傳桃園市長 鄭文燦跟林志堅 以及備戰已久的 民進黨立委鄭運鵬 日前已經見面討論 交換意見 但當事人紛紛否認有見面 沒有人問過我 現在是疫情比選情重要 已經很久 沒有公開或私下三個人 碰面一條圈 桃園這一局難以面臨分裂危機 對民進黨來說 現階段先把防疫做好 再好好協調地方聲音 不急著亮底牌 好那先請教一下冠廷兄 你覺得這個豪傑嗎 很難很難 為什麼我講兩次很難 因為如果我們回到三月 其實當時邱醫生一開始是由翔選桃園市長 這個局關鍵的人就是呂玉玲 因為呂玉玲他的先生陳萬德 就繼續選議員 然後爭取議長 這個局就成了 那這個局其實朱立倫在 邱醫生去做市長 然後呂玉玲的先生做議長 這個局是最開始三月 可是這個局在什麼時候沒了 就是邱醫生後來對桃園的一些政壇 的人士也表達就是說 他沒有議員選市長 那背後當然有人解讀說是因為 包含中二選區 大家對於一些地方民代的檢視會很嚴苛 他可能去選市長會被嚴格的檢視 當議長不會 那這些都是傳聞 總之他就不選了 他一不選之後 因為邱醫生議長是一個老講 在地方非常對人非常講信義的人 我竟然本來跟李玉玲合作了 那李玉玲你現在你先生這個議長也沒 因為我要繼續當議長 你有興趣要選市長 我就支持你 所以為什麼後來會知道 地方都知道就是邱醫生議長支持李玉玲 因為這一個組合就已經確立了 我先講朱立倫他犯的第一個大錯誤是 他知道李玉玲要衝 他也知道邱醫生支持他 朱立倫遇到李玉玲還說 你看本來要多快一點 努力去衝 結果是什麼 結果你現在就是 你突然提了張犯證 你不是就一次得罪李玉玲加 邱醫生這一組 我先要玩這一組 那魯明哲這一組呢 現在被朱立倫這樣一搞 往羅志強這邊推了嘛 我先講魯明哲 魯明哲很簡單 魯明哲就是他算過了 他說說很多朋友也講 只要羅志強沒有表態支持我 魯明哲 你朱立倫搞不定羅志強 在當時要回到一個月前 我選我是不可能選得贏的 因為他掌握那個5%到10% 盧志強那些鐵粉 我在這裡那麼激戰區 跟鄭文燦市長 未來的接班人對戰 我怎麼贏 可是後來朱立倫怎麼搞他 為什麼還會得罪 朱立倫現在就反租大檸檬成型 剛才我講完呂玲玲加邱醫生 對不對 現在我來講魯明哲 為什麼朱立倫 魯明哲也被他弄到很不高興 結果在一個禮拜前 就在提名張犯證前一個禮拜前 朱立倫到處還在拜託魯明哲 說你出來啦 我們徵召你 這件事情我們可以解決 不管是募款 不管是議長 魯明哲第一次開始對媒體講 我要黨中央徵召我 我可以審慎評估 結果突然跑到張三振 那你這件事情 你在鳥我幹嘛 所以魯明哲也得罪了 我最好講羅志強 其實這幾天 他撩了魯明哲 又撩了呂玉玲 然後現在最後我要講羅志強 因為關鍵是羅志強 這幾天你看出來張三振的動作 其實是在處理戰鬥欄 處理羅志強 因為羅志強第一時間 哇一刮九個議員跟他站一起 魯明哲也去加入 那你看今天他早上拜會趙浩康 明天又要跟羅志強見面 因為羅志強現在從本來來這裡 是被桃園人討厭 現在是被他同仇 提侃一起討厭朱立倫 因為當時你要想朱立倫 是什麼卡羅志強的 他講的唯一一個最重要理由 桃園從歷任幾十年來的市長 劉邦游 呂秀蓮 朱立倫 吳智陽 鄭文燦 全部都是桃園人 羅志強你不是桃園人 所以不能來選 在地 在地 就過沒幾天 碰 張三振 那不是之前你又撩了羅志強嗎 你說我不是桃園人 結果你現在提了一個 根本也不是桃園人的張三振 這個是現況 所以他要處理好羅志強這件事 最後花一點時間我要講一下 可是我覺得我們不能掉以輕心 因為今天的結果就是北北桃已經成形了 國民黨 我跟你講這個陣容 我們現在看起來 他的處理過程很多問題 可是其實這陣容整體加起來 是軍榮壯勝的 蔣萬安 侯友宜加張三振 這三個加一擊 怎麼樣都不會弱 所以我其實我也是建設機會提醒 就是說我對於提誰沒有意見 比方說像剛才講臺北市 如果客觀講誰有可能贏 現在所有的民調 有可能贏就兩個人 這兩個人以外就不要再討論 不是陳時中就林家龍 那林家龍現在的態度是這樣 當然有人認為他 現在也有議員講說 希望他選 有人認為陳時中 林家龍態度現在就四個字 叫備而不戰 昨天他公布十二個政見 他說他之後有十二個政見白皮書 以我對林家龍市長的了解 他以前二零一零年在台中選 台中市長那一次 蘇家全選那一次 他是把他整個政見 全部交給蘇家全 所以林家龍也沒有一定要選 可是我要提醒的事情是 你看台北我們還沒提人 桃園沒有提人 所以會產生什麼狀況 今天鄭文猜市長說 根本沒聽說林之間要選 結果有新聞寫他要選 我們會變成 你看他在地經營的鄭運鵬 鄭寶欽這些人做何感想 結果這個局我們是有機會贏的 可是速度要快 我們剩半年了 無論誰要選 比方說台北 你看陳時中到現在也沒說他要選 但假如要選 我們整個整軍旗鼓台北新北 然後新北要提人 我回來講我剛講台北 講像桃園 新北為什麼侯友宇這麼囂張 我們新北市我們這些小雞 沒有母雞 我在這邊再費一年 他也不會理我 可是如果今天我們是市長候選人 檢視你看這陣防疫的狀況 侯友宇這些問題 後也不能不回應 他才能對市民好 所以其實我是真的以一個黨員 以一個我要選議員的人 我覺得北北討我們的提名 我覺得張勝正為什麼今天要急著去找趙少康 趙少康到現在是國民黨什麼 他沒有什麼黨職 他就是一個媒體人 可是這個黨外的媒體人 他的影響力 卻是整個影響國民黨 因為他洞見觀瞻 他影響輿論 所以他必須要去跟趙少康 這個戰鬥籃站在一起 但是趙少康 他對我們臺灣的顏色來講 其實是深藍那一塊 你應該去建一個 你平常不太可能跟他互動的 他的色彩可能比較中間 你要拓展的是你的票員 所以你去擁抱的是 你本來就很熟 趙少康說 我跟你很熟 你來看我幹嘛 就是很怪 你應該去把你的那個支持度撐開 而不是擁抱你的原本的這個同溫層 所以我的意思是什麼 你今天去找趙少康 我覺得這個從選舉來講 趙少康的這個想法 這個做法是很 我覺得沒有對他沒有幫助 你要他叫他去見誰 他見你一定見不到 結果羅志強見不到 結果邱醫生見不到 那真奇怪 怎麼一個候選人 夠人玩 但就沒有人要見你 走到哪裡 大家門都關起來 那你還要選什麼 所以你不能得不到你黨內 如果你連黨內都得不到 祝福 得不到支持 你覺得你去菜市場 別人會支持你嗎 而且我覺得張善政是一個 他就是一個科技藍 他就是一個高級藍 他不是那種可以去地方去走動 去市場去掃街那種 因為他給他感覺有距離 所以這種人 你覺得他真的可以扎根地方嗎 所以我看就是說 從這邊來看 國民黨目前來講 我那個 我認為邱醫生 現在當然我拒絕見你 那你要用什麼方式 讓邱醫生願意見 除非我覺得不是張善政 去說我要去見邱醫生 知道朱立倫你要出來 解鈴還需戲鈴人 今天邱醫生不是討厭張善政 不是不是業務張善政 是業務李朱立倫 結果李朱立倫躲起來了 準備要出國了 所以我覺得真的 這樣一搞下去 對國民黨在逃的選舉 真的是雪上加霜 昨天 昨天張善政見不到 可是今天邱醫生去跟柔志強而已 其實你就 這裡就看到 就是說我直接那麼講 我覺得可能再過兩個禮拜 譬如說朱立倫出國以後 張善政這些都會見到 其實最關鍵是邱醫生 議長 但是邱醫生也不會讓張善政 那麼難看 最後還是會那個 邱醫生議長 他現在生氣是說 你說你要來找我 結果你在電視上講 你等於強迫我要跟你見面 沒有人這樣做事 你在電視上講的 你跟所有人見面都是電視 都在電視上喊的 那好像今天不跟你見面 好像就對不起你一樣 但是對國民黨 其實討論這些人來講 還是會跟你見面 所以在選舉的時候幫你一點忙也可以啦 可是他們 你要把國民黨這些地方地方上的人 要發揮到百分之百的浮選 那就是要不要講 別的不要講 因為張善政我們在當副院長 還有當院長的時候 包括卸任之後還有點接觸 這個人對中產 中產階級是有些吸引力 可是你要他去市場 那就很主觀 因為他有一個吸引力 這個人有一個吸引力 有的人會覺得說 這個高級知識分子 有的人會覺得他在吸引力 會覺得不舒服 對 所以他會有一個 第一個這個問題 第二個 他連陶寄的路都還沒搞熟 他只熟龜山那裡 龍潭 誰要帶著他走 因為時間很有限 那邱毅聖議長 所有的議員都有自己的選舉 誰要看不看 可是國民黨在桃園 能不能真正的整合起來 如果只靠現在張善政 一個人在那邊沒收 就麻煩大 好 其實今天很少見 這個今天寫的聯合報 說朱立倫 他習慣性的突襲 習慣性的突襲 然後他舉了好多例子 第一個像張善政這種提名 就突襲 再來他說 這個提名張善政以後 又要突襲馬英九跟韓國瑜 就是說他們兩個也都帶不死的 順序不贏 然後什麼 這個成立中央選舉提名委員會的時候 黨中央 說叫什麼盧秀燕 韓國瑜 黃明慧 侯友宜 結果人家都不接 沒有時間 不是 你事先根本沒有跟人家講 所以聯合報才會這樣寫他 你還記不記得前幾天中央時報寫社論說他是什麼 不定時照顧 對 那個說上禮拜提名湯的 如果是好事 不要感到需要突襲 應該是被拋下去 開始民眾就要 趁勇戰就趁勇戰 趁勇戰就趁勇戰 趁勇大亂 對 還要出來道歉 對啊 就是說 衝到大家說 他現在不經營不好 就是說內部問題說 對我來說有外衣效應 連我現在怕市場都要用美 國民黨 你們國民黨提名亂七八糟 每中央美 主力人罵國民黨 連我都有一個外衣效應 所以不是說投影這個不講也好 只有投影的事情 沒有 這有外衣效應再來 現在擴散到投影以外 還有新北 還有台北 我來講是有壓力 第一個說有的支持者都脫心了 你們國民黨在亂摸 他就沒辦法投票 那有影響到 這不是說深藍或前藍或什麼藍的問題 你們國民黨就沒效 他就沒辦法投 這就有很多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人選好不好就是這樣 當然姿態要放得軟 你拜會整合的過程中 我上班要選去 我們的前輩 我們東來的前輩跟我們說 你要選喔 你知道台灣哪一種職業身分是最卑微 他說候選人 他說候選人的身分是比狗還不如 狗看到電線桿還會尿尿 你不是 候選人看到電線桿還要鞠躬 你好 你好 那拜票拜到最後就是這樣 所以要半開玩笑說 你們要選去的人候選人身分 你的那個是比狗還要不如 我的意思是說你拜會的時候 你身段要很柔軟 你說拜會的時候 還沒說帶記者去 尤其政策的第一步 你說帶記者去 你這樣讓我看 你到底是真的要請你 或是說你是要設一個局 或是說那種感覺 有點親問答案的感覺 就是說你如果要身段柔軟 你拜會的時候 有的是私底下拜會嘛 你如果想請好啊 每天你說 還沒說得好 還沒約得好 你覺得他是什麼身材 帶記者去 可能說要對我全部說 我們開始政策了 這也好 這不可以這樣 有時候太急要用時間來發揮 但是剛才廣告公社沒問題 公社的重點就是 今年選舉很特別 疫情壓縮跟大家競選時程 都很低 五月低的時間 六月 大家應該兩檔提名差不多 所以今年也有疫情壓縮 競選時程都很低 所以你說打贏這個選舉 我們今年要特別的合格 打點別人選舉 應該都不一樣 好 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討論 來 我們先休息 進行 美國總統拜登先訪問了韓國 然後再訪問了日本 然後進行了四方安全對話 那麼這個時候的中國跟俄國 竟然共同派戰機 進行戰略巡航行動 然後飛的就是日本海 東海 日本跟韓國只好派出戰機 升空半飛 有兩架中國的轟六轟炸機 從東海飛向日本海 然後在日本海的上空 跟俄國的兩架 TU95轟炸機 會合進行編隊飛行 隨後共軍出動另外兩架 轟六轟炸機 替換原來的兩架 繼續跟俄軍進行編隊飛行 老實講 這非常的少見 來 我們來看一笑 四國元首對著鏡頭替24號 自發安全對話拉開序幕 會議重點當然是印太區域安全 日本手下岸田文雄表示 四方安全對話目的在於 促進印太地區奪防合作 組織成立並不是刻意對抗特定國家 美國總統拜登更在會議當中 點出願意鼓勵保護台灣 為了拜登還沒離開日本 日本上空就出現胡訴之客 根據中國國防部表示 中俄兩國戰機 24號在日本海 東海西太平洋地區展開年度軍演 表示兩國飛行期間 嚴格遵守國際法律規定 只是實際敏感引發日本強烈關切 旅空審判是沒有 但是防衛省是 中俄的首脳會議所行為的 自衛行為 俄羅斯當局表示 這次中俄軍演長達13小時 不僅派出蘇30戰機同行半飛 還派出兩架可搭載核彈頭的 图95轟炸機 以及兩架中國轟6戰鬥機 轟6的彈艙尺寸巨大 能夠掛載很多普通飛機 無法掛載的武器 比如空投水雷 封鎖港口航道 除了日本受到騷擾 還連是報導指出 這次中俄軍演 也多次入侵南韓防空識別區 面對兩國挑釁 日本防衛省表示 已對此進行警戒與監視 也立刻和南韓出動戰機 協防彼此空中安全 好 那我想請教董老師 中國跟俄國派出戰機 在韓國 在日本 這邊這樣要幹嘛呢 其實從時機點來說的話 的確是有點敏感了 因為美國總統拜登就在旁邊 不過從這個飛機的形勢來說的話 我覺得也沒什麼特殊的地方 因為這個所謂的中國跟俄國的 空中聯合戰略巡航 這次是第四次 為什麼叫戰略巡航 因為這兩款轟炸機 俄國的土九五 中國的轟六都可以載核彈 因為可以載核彈 所以說叫做戰略 我講一件事就好 去年11月9架 一樣 飛的地方是一樣的 去年是9架 2019年7月的時候 那個時候也是6架 然後有一架這個俄國的土九五 有穿越那個主導 主導或是獨導了 上空 那是韓國領空 韓國的戰鬥機馬上出來 往那個土九五的飛機的前面開火 開火警告就對了 所以就是說從這個飛機的形勢 我不認為說是特別是針對拜登 看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少的話 這兩天比以前少很多了 14架中共的飛機來騷擾 14架 那我覺得這一次 這個時候拜登來的時候 又是背景又是俄乌戰爭 我覺得習近平他一定是很尷尬 他被綁架了 因為被俄國綁架 所以說他這次才出來兩架而已 就陪俄國飛一下 為什麼 因為這一段時間以來 這個中國他在國際社會上 他其實都是扮演所謂中立的角色 中立的 然後他去譬如說在亞洲 在中東 在非洲 他在呼籲 大家都要中立 所以說 就是不要把這個俄乌戰爭 帶到其他地方 大國也不要去綁架中小國家 來加入這個戰爭 這是中國說的話 那所以說 本來已經要扮演這個中立的角色了 結果現在飛機又跟著這個中共 跟著俄國出來 全世界都講 你們兩個又在一起了 所以其實習近平有苦難言 他實在不想 可是應該是普丁跟他講 他想要來秀一秀 那中國只好作陪 所以我覺得整個背景是這個背景 那你怎麼看這個拜登講說他要軍事介入臺灣 這個現在各國的反應都非常好笑 我們先不要講那個什麼美國媒體 說有的美國媒體講說這個是失言 有的講是真的 這不管 亞洲的國家 亞洲的國家的決策者 有哪一個敢認為說他是失言 沒有人認為失言 當事人問習近平 問中國 當事人相信說這個拜登是失言嗎 對 打死習近平 習近平也不相信 可是這裡面有個巧妙的地方 因為這個拜登 又講了兩句話 拜登後來第二天不是講說 我的一中政策沒變嗎 然後美國媒體 他就說失言 這個是給你習近平台階下 給你一個下台階就對了 雖然大家都知道這個下台階是假的 止弧的 不踏實 就看你習近平要不要吞下去 最有趣的是拜登第二天講的 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沒變 這什麼意思 簡單的說 這個要武力來保護臺灣 這個本來就是美國 本來就在準備的東西 本來就在做的事情 只不過過去沒講 現在把它講出來而已 所以我告訴你 我的一個中國政策沒變 這是事實 倒過來5月5號 還記不記得 5月5號 美國國務院 把他那個網站上面 那個中國政策說明 刪除 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是真的改變 刪除不支持 不支持台灣獨立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刪掉了 這什麼意思 這就是真的改變 美國我以前是有這樣講的 我現在不講 我把它刪掉 這是真的改變 然後5月5號那個時間點 就更好笑了 那個就是遼寧號 剛好就在台灣的東部海域 這邊演習 我覺得對中國來說 5月5號國務院 那個才是天大地大 然後呢 三組那兩項 對 30 這個才真的表示說 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改變了 變得是在那裡 不是在我們昨天聽了那個話 對嘛 好 那就糗了 就是說你的遼寧號 已經出來演習了 他4月30號 遼寧號出來演習 那這個都在示威 好 那既然美國有這麼大的改變 你遼寧號不要回去 你就永遠在那邊待著 你拜登總統要來 我遼寧號這邊呆著啊 不要走啊 對啊 所以說 沒辦法 就是說 就是說 這個更好笑的就是 你看這一次 5月23號 這個 這個拜登說了那個話以後 那個中國的外交部 跟真的一樣 又出來了 就是說 這個講得漏漏等 一長串的話 堅決反對 這個說到做到 不要跟14億中國人民 這個站在對立面 他這一段話 全部跟去年10月 那時候拜登失言第三次 講的話一模一樣 這什麼意思 這就表示說 拜登去年 去年就失言了 那你去年就這樣講了 現在拜登一樣在這樣失言 你還是講一樣的話 那就表示你中國沒折嘛 你沒招嘛 那怎麼辦呢 對啊 所以說看起來 等於是說 是拜登 在壓著 這個 壓著習近平在打 這個話翻成白話文 你敢打台灣 我就打你嘛 這全世界大家都聽得懂嘛 軍事介入的意思是 軍事介入 不是 我們不必 我們的解讀都不算數 你要聽聽當事人 或中國心理 是怎麼去盤算的 這才算數嘛 對不對 我們不能糊弄習近平嘛 跟習近平說 沒有沒有沒有 這是失言 習近平也不會被你糊弄啊 是 所以說在習近平耳朵 聽起來就是這個意思 我打台灣 美國就要打我 不就這個意思嘛 再清楚不過啦 OK 那另外就是 有關新疆 維吾爾族人 說上萬維吾爾族人受虐 的這個照片曝光了 新疆的警察警察文件被解密了 那非常恐怖 我想請教一下這個范老師 這個時候為什麼這個東西會曝光啊 我覺得一定是內部有人把這個資料拿出來了 那也有可能是裡面的官員 因為他掌握了這個資料很豐富 包含警方的這些資料 還有還有是照片 具體的照片 我覺得一定是內部有人把這個資料拿出來了 那也有可能是裡面的官員 因為他掌握了這個資料很豐富 包含警方的這些資料 還有是照片 具體的照片 所以我們知道就是說 習近平上台之後 對新疆採取這種殘酷的這種統治方式 所以現在甚至如果這個資料真的曝光之後 我覺得對中國的形象是很大的傷害之外 可能會有人去國際法軍去控告 他是涉及到這個屠殺 屠殺罪 所以這個東西是非常嚴重的 那當然因為什麼 為什麼新疆現在是密不透風 連中國人去新疆都進不去 他等於是完全封鎖了 變成這個大集中營 然後你要進去新疆 你新疆你一定要坐飛機 你根本就不讓你傷 你是沒有許可 是連登機都不行 更不要講外國人 所以他基本上是完全封閉的 然後你裡面的人 也沒辦法跟外面做任何聯絡 現在只有少數就是在新疆 被關在教育裡 因為你有很多其實是拿外國護照的 因為新疆人很多 可能是拿土耳其護照 或他嫁到土耳其 我問一下 如果有一天老共真的統治了臺灣 臺灣會不會變維吾爾族 當然 一定會 你不要講臺灣 光香港現在就這樣 香港現在 我問你香港現在監獄裡面 到底關了多少人 沒有人知道 黑術 而且現在發掘有很多年輕人 當初只是參加了這個反送中運動的人 都被都被都被抓進去了 我再請教 因為這裡有一張照片說 被制服的人戴上了手銬 戴上了手銬 坐在老虎凳上 接受審問 這個做法在二零一五年 就以被聯絡國視為叫酷刑 為什麼叫 為什麼這個叫老虎凳 椅子就椅子 就審訊就審訊 為什麼有老虎凳 那就是一種刑求的一種工具 住在上面很不舒服 如果是舒服就還叫老虎凳嗎 就是住綁在那邊很不舒服 讓你一單動作無法動 然後讓你用這個方式來逼迫你承認 就是這種刑求方式 那我剛剛講過 我們現在只能夠從一些逃到海外的 土耳其拿的人 他們把內幕告訴我們 或者從人造衛星剛剛有 這有些是靠人造衛星拍到的 或者我們有看到他們大批穿著球服 移動到別的監獄去 但現在這個可能制度到種族滅絕 而且他現在甚至讓維吾爾族的人 劫獄 女生強迫劫獄 幹嘛 維族人越來越少 汉族人越來越多 現在的汉族人比例已經高過維族了 那未來來講維族就慢慢萎縮 滅絕掉 是 來 董老師 那個老虎凳其實有很多種 簡單的說老虎凳的意思 你剛剛看到那個是椅子撞的 對 他其實不是讓你坐的 他是讓你半蹲的 他不是在坐的 所以那個老虎凳上面會有兩根針 你你就撐著就對了 撐著 不敢真的坐下去 老虎凳這是一種 還有另外一種老虎凳是長板凳 長板凳 防板 防 防 綁 然後在你這個臉上蓋一個絲毛巾 那個毛巾快要乾了 就要加水 無法呼吸 那個是灌水 那個叫灌水行球 那個老虎凳最主要就是一個長凳子 對不對 讓你你想想看你的上半身 然後整個環磅 整個拔起來 兩隻腳 然後下面包括給你弄磚塊弄什麼 讓你的肌肉像撕裂開的一樣 一種酷刑 董老師 其實這個新疆密件 這叫新疆密件 2017年之後就已經至少出現過三批 就是中共內部的文件大量曝光 他們怎麼去關維爾族 怎麼去殺維爾族都很多了 這一次這個文件大量曝光 我認為不是對中共 因為中共他已經死豬 不怕滾水 他不管你了 這一次這個密件曝光 是針對現在就要去那個聯合國專員 那個人權專員巴赦來 是針對他來的 因為中共他已經死豬 不怕滾水 他不管你了 這一次這個密件曝光 是針對現在就要去那個聯合國專員 那個人權專員巴赦來 是針對他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國務院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那個巴赦來 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巴赦來 因為這個人權專員 這個現在要去新疆 等於說用聯合國的身份 去那邊探查就對了 那美國國務院早就說了 他美國國務院前兩天還說 很懷疑你這樣去的話 因為行程都是中共安排 你看到東西 你很懷疑你這樣去 你到底是受操縱的 還是說你根本就是要去幫中共背書 那昨天更新的 美國國務院直接說 你答應去就是錯誤的 你去根本看不到什麼 因為整個行程是中共安排的 所以說是擔心聯合國的這種 這種高級人權專員 他去了以後就跟那個去前年的那個世界衛生組織 不是派了調查團 去中國去調查那個疫情嗎 就回來以後原來是幫中國背書 所以說現在也一樣 所以說我覺得這些密件 這些酷刑的照片大量的曝光 是在質問你聯合國人權 高級人權專員還有你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你還有什麼話說 你還需要去看嗎 或是說你帶著照片去比對 那個報告怎麼寫 你像WHO秘書長後來不是講嗎 很多關鍵的數據中國都沒有給 可是那時候報告一出來的時候 其實是幫北京 所以這個報告來去 你到時候你報告你要怎麼寫 他想去 他連車子可能叫中國派 當然啊 因為你 那當然是啊 很多東西 沒有人陪他 他連路怎麼走的可能都有問題 就是這個